中国近些年来的发展十分的迅速,特别是在军工和航天航空方面,可以说发展的速度让人难以置信。 近些年来卫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不管是在军事领域还是民用领域都十分重要。 如今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卫星的了。 中国发展卫星的时候,外部环境十分艰难,受到西方等国家的封锁和限制,一切都是自己思考研发出来的。 而如今中国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那就是北斗卫星。 而这些西方国家也都纷纷投来了十分羡慕的眼光。 中国自主研发北斗卫星。 北斗卫星是中国没有依靠任何其他国家自主研发出来的,也是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研发出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 前两个国家分别是美国和俄罗斯,而我国的北斗系统十分了不起,可以和美国的GPS相比。 甚至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越了它,而这美国也是十分清楚的这一点的。 所以对于我国的卫星产生了阴谋,却被我国老院士直接揭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国北斗卫星具有优越性。 我国系统在多方面超越美国。 首先就是就是因为我国的北斗系统的星座系统更加的复杂,而这样的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使我国的卫星分布在更广阔的轨道中,让我国的卫星导航使用起来更加的精准和具有更高的稳定性。 还有一个重要优点就是我国系统是可以发短暴轮的,也就是可以进行传递信息,而这也是其他一般的导航做不到的。 这个功能在战场上和紧急救的时候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美国阴谋提出与北斗卒网,而美国也看到了我国系统的这两个大优势,所以心里有了些想法。 美国在中国研发陷入困难的抛弃中国不管,现在有了成果又想占便宜,实在是想得太美了。 美国对我国提出想要进行合作,也就是让两个系统并网运行,但是遭到了中国直接的拒绝。 后来美国又想到了技术合作的伎俩,但是被我国的老院士直接揭穿其阴谋,也就是美国并不是真正想要进行合作,实现两个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且只是看上了中国的技术,想要利用此来为自己国家牟利。 老院士提到了当年到西方进行参观的时候,每当提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时,那些技术人员便会胡乱地进行搪塞,到时的西方邀请中国参加卫星的建设活动。 只希望中国出钱,而不想要中国学到一点技术,就是把中国看成了冤大头。 所以老院士在当时就按下决心,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卫星系统,而面对美国的阴谋,我国早已识破,并且回应除了可以进行德式兼容,其他方面一概不谈。 这正是体现了我国的自信,因为现在掌握技术的是我们国家,我国掌握住主动权,而我国的卫星发展的脚步也没有停下,而视为不断地继续发展中,相信我国还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每个国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军事实力,古代时主要是陆地战争,而现代则是更重视海战和空战,这也是未来战争的主旋律,所以大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海上的军事实力。 而对于海军来说,航空母舰是最为重要的武器和装备,各国都追求发展高端的航母,但是联合国武藏中有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研制的航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代航母含金量更高,现在的航母也要比二战期间的航母含金量更高,在二战期间日本拥有20多艘航母,可以说是十分厉害的, 但是如果让美国拿自己现在的一艘核动力航母来进行交换这20多艘,美国肯定是不同意的,因为现在的航母要先进太多了,美国的航母是采用核动力,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航母,在更换一次燃料的情况下可以做到续航10年,并且可以做到十分高速的行驶,可以说十分的强大,而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航母被当时的美国击沉不少, 更不要说和现在的航母相比了,武昌中只有这个国家没有自己研制航母,联合国武昌想必大家都清楚,而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没有研制自己的航母,它就是俄罗斯,而其他的四个国家都有自己研制的航,就连中国航母发展那么晚的国家,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研制的国产航母,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没有呢? 现在这个国家只有一艘苏联时期建立的航母,它是常规动力的航母,排水量大概在6万吨,如今这艘航母使用时间已经不短了,而且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和维修,导致航母已经出现很多问题,可以说是伤痕累累,急需整体修理一下, 而如果进行修理,那么俄罗斯将面临住几年没有航母可以使用的境况,对于它来说十分的不利,那么,俄罗斯为何不再研制一艘新的航母呢? 俄罗斯不研制航母的原因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俄罗斯没钱和人来研制航母,研制航母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的问题,但是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并不好,而且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经济受到比较大影响, 所以俄罗斯的预算军费根本并不多,不够进行研制航母,因此无法拥有自己的航母,而且俄罗斯也缺乏可以研制航母的人才 苏联时期的大型造船厂是在乌克兰境内的,而如今因为之前的俄乌危机,两国关系十分的紧张,自然是没有办法再进行军事合作了 虽然俄罗斯造不起自己航母,但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还是十分强大的,因为还有以前的底蕴在,而且也一直大力地发展军事,甚至军事实力比我国还要强大 而美国也十分忌惮这个国家,一直把俄罗斯当作自己的威胁,虽然有时会骚扰这个国家,但是也并不敢轻易地招惹它 二战时期,以中,美,应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与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战场上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年多的大规模战争 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六千万人,最终随着小男孩和胖子在日本的黄岛和长级爆炸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战略界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协议 可是如今,原本敌对的两国国家却走到了一起 1951年,美日两国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了双方的同盟关系 专家表示,当时日本即需要美国帮助他们恢复经济 而美国又在不断推动亚太战略,他们需要把日本当作跳板 所以两国一拍即合,组成了同盟 进入21世纪之后,两国的关系愈加密切,经常在太平洋组织军事活动 这不,就在11月份,美日两国又在太平洋上开展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 据合众国际社报道称,这次名为利剑的美日联合军演在11月9日正式落下帷幕 美军表示,他们这次军演非常成功,完成了预期的目前,向世界展示了美日同盟的军事力量 据报道,这次军演在10月30日正式打响 为了增加这次军演的威慑力度,美国和日本这次出动了的兵力注视不少 美军表示,他们这次总共派出了近6万人参加这次军演 日本是这次演习的主力,他们派出了4、7万名自卫队人员,20艘战舰以及170架飞机 而美军则仅仅只派出了9500人参加这次军演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美日两国之外,加拿大也派出了两艘军演参加演习 在这次军演中,日本这170架战机频繁起飞,成功地击中了多个目标 专家表示,美日这次军演的真正意图事实上还是为了针对中俄 中俄两国在太平洋上的影响力非常大 美国一直企图削弱两国的影响力,以获得亚太地区的主导权 对于这次军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对俄罗斯的一次挑衅 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俄罗斯与日本有过很大的分歧 如今美国在太平洋上同日本进行军事演习,很明显是在威胁俄罗斯 俄方称,俄罗斯并不惧怕美国的这些威胁 即使日本有美国的帮助,他们也同样不会在北方四岛问题上让步 北方四岛是日本北海道北部的四个岛屿,又称为南千岛群岛 在日俄战争时期,俄罗斯在对马海峡损失太平洋地区的全部海军力量 导致他们不得不将北方四岛割让给日本 二战中日本战败,苏联便趁机收回了这四座岛屿 如今,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借此事对俄罗斯发难 俄罗斯自然地予以回击 前段时间俄罗斯对外高调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 俄罗斯将要重新生产和升起雅克富141战斗机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这也许是中国研究垂直起降领域技术的一个好机会 很多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此举,将雅克富141战斗机重新归入俄罗斯军队中 对俄罗斯来说意义重大 雅克富141的再次服役,意味着俄罗斯将再次拥有垂直起降战斗机 目前世界上,能够自主研发生产垂直起降战斗机的寥寥无几 俄罗斯此举也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军事实力 正如我们所知道,俄罗斯人做很多事情都是热情高涨 但是行动执行能力不高 针对重启,复活雅克富141的计划 光靠热情是做不成的 而单独靠俄罗斯完成这项工程,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俄罗斯人也是有自知之名,在宣布重新生产和升起雅克富141战斗机的同时 宣布将和中国一起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消息传出,中国军迷非常兴奋 俄罗斯举可以说是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而美国听到这个消息